叫檢察官去給你搜索 把柯文哲帶回去 我說這樣喔 這樣我人就包圍地檢 五月曾犯話 若柯文哲遭搜索帶走 就要帶人包圍地檢署 事隔三個多月 柯文哲八月三十號 被搜索約談當晚 館長在家吃晚餐開直播 那個影片喔 是什麼時候的你知道嗎 連我自己都忘記了 那如果真的覺得 這件事情已經扯到一個地步了 我們當然就抗爭啦 是真的有金流 這個就完了啦 這個就真的是心碎 館長反問 什麼時候說要包圍的 我忘了 更語重心常說 如果真的有金流或是圖利 那就完了 對比先前權力相挺 有網友質疑 館長是不是下車了 還有人開栓果然是牆頭草 但柯文哲縣政治獻金 跟金華城案 柯粉開始流失了嗎 有機會要到土城被關 那我們看的是很唏噓啦 看得出來他人格特質的講話就是有點機車 然後做事就是彈相處 醫師蘇一峰更在臉書發文說 不要再說我是柯粉醫師了 我一路走來沒有投票給阿伯過 而台灣基進台北市黨部主委 吳星代PO出挺柯醫師群對話 有醫師打算具名登報挺柯 但卻又希望名字小到看不清楚 很怕被人家認出來 他們還支持柯文哲 有點丟臉的表示 他的支持者其實紛紛的跳船 而在總統大選時多次力挺柯文哲 甚至在選後還說 柯文哲是因為有人做票才輸 引發爭議的網紅愛麗莎莎 不少網友湧入他的IG留言 怎麼沒看到你聲援阿伯 但愛麗莎莎則是繼續PO在泰國玩樂的動態 柯文哲聲陷風暴 小草柯粉們紛紛表態 在內心懷疑姐 柯文哲由台北探望島